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一看就知道属于叛逆期了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这是日本的校服 怎样 是不是和你想的不一样 没有那么开放 裙子也没你想象的那么短 只是不知道 为啥这些女生一进入社会 裙子就越穿越短呢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这是印度的校服 说实话 小编认为他们的打扮比朝鲜更保守 更土 更重要的是 小编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漂亮点的模特 大获将就的看吧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这是越南的校服 怎么样 是不是很清纯 只是不知道 这是男生的 还是女生的 要不各位猜一下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这是我们现在的校服 小编觉得还是挺漂亮的 只是不知道 这是哪地方的 求地址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这是我们民国时候的校服 很多人都说 民国时候的校服最具中国特色 穿着一看就像个知识分子 小编也是这么认为的 是什么学校的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